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为什么说肝癌往往在早期很难被发现呢? 这是因为肝癌的细胞还非常的狡猾 一般早期的症状并不明显 等出现了上腹部疼痛、乏力消瘦的表现 往往病成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 但是肝脏疾病的发生并非无迹可寻 上厕所的时候出现这三个异常表现就需要注意了 首先是小便颜色的异常 尿液的颜色是淡黄色 深浅都会受到饮水量的一个影响 然而如果在饮水量正常的情况下 尿液颜色像浓茶一样 这很可能是肝脏功能异常 导致了大量的感红素进入到尿液当中所导致的 这种情况需要及时去就医检查 以便排出可能的肝脏疾病 其次尿液的气味重也需要特别警惕 正常的尿液气味应该是淡淡的氨气味道 如果说尿液当中带有一种臭鸡蛋管 这很有可能是肝功能异常导致代谢出现问题相关的 因此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尿液气味特别的重 也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排出病因 最后是大便的颜色异常 肝功能异常会导致胆红素代谢异常 大量的胆红素会全身的去游走 这个时候原本应该进入到肠道内的胆红素 数量就会增多 粪便就会如同没了染色剂一样 呈现出陶土一样的颜色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大便颜色异常 也是应该及时就医检查的 以免耽误病情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